欢迎回来 其实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今年夏天 北半球被热浪 栖息 堪生是热到发烫 各地的温度不断创新高 在欧美有非常严重的烟火 日本也有许多民众死于酷暑 而中国从7月份开始几乎天天都在发布高温预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日前还发布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 指出说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也就是中国的华北平原 这块拥有4亿人口的土地在52年之后 会成为全球热浪最致命的区域 而从2070年开始 这块地方就不再适合人类的居住 代表中国政权象征的天安门 还有北京故宫紫禁城 中国四大古都之一的北京 拥有七项世界遗产 是全球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城市 走一遭北京亲自体会国都魅力 更可以到胡同和四合院感受悠闲宜人的生活方式 不过这一切都有可能在52年后变得痛苦难受 A new study by MIT scientists says China's northern plain home to some 400 million people will become so hot and so humid CNN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 气候变迁影响的潮湿热浪将会让中东 波斯湾和南亚的许多地方变得难以居住 包括中国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 都会在2070年变得相当危险 这份研究指出过去50年中国平均地表温度 大约每10年上升0.24度 同时期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 是每10年增加0.13度 不止温度上升的快 华北平原一般只秦岭淮河县以北 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范围包含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和内蒙古自治区 因为当地有大规模的灌溉农作 灌溉用水蒸发后10度上升 而水蒸气本身就是一种温室气体 也加剧了气候变迁 石球温度是指在不同的气温和湿度交互下 对特地一块空气加湿 当相对湿度达到百分之百时的温度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标准 湿球温度达到31度 就是极端威胁的等级 而MIT的新研究指出 石球温度达到35度的高温天气 将在2070年到2100年间 频繁袭击中国华北平原 而事实上从今年7月10号以来 中国各地早已被35度以上的高温包围 长达十几天 重庆 四川和麒麟 辽宁等地 22个县市的最高温 甚至打破7月历史记录 中国辽宁一望无际的海参养殖场 每年最多可以生产50万斤海参 不过现在因为天气太热 造成大量海参死亡浮上水面 甚至直接在水里融化 央之业者将近九成的心血毁于一旦 镜头再来到沈阳 法库县的湿地有四分之三已经干枯 河底干裂 鱼泪也耐不住四十几度的高温 集体缺氧死亡 受不了的高温 让各地湖泊不是缺水就是变色 安徽省最大的湖泊 也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潮湖 因为工业污染 从2010年开始 优氧化就非常严重 出现大量蓝藻聚集 今年更因为太热 优氧化加剧 甚至出现臭味 感觉好像是那水草死了 然后跟那些鱼的臭味吧 因为那时候它出去靠岸边 它出去之外 它如果这样水到不流动的情况下来 它就是能复出 近年的一个湿纹 湿纹比较高 是顺利的讲近年的蓝藻比较多 有中国死海之称的山西 运成岩湖 面积超过一万三千公顷 湖水中的岩分和矿物质 蒸发后变成红色 加上温水中 大量生长的藻类 产生血红素 只要气温越高 颜色就越深 湖水就像被染成血红色 让人惊奇不已 野火干旱和加速融化了冰河 极端天气席卷全球 让动物出现反常 称霸基地的北极熊 因为熔冰失去栖息地 误闯人类生活范围 大批澳洲带属于缺水 跑到住宅区抢食物 美国科学院期刊6号 发表的最新研究 地球正从温室效应 走向热食地球 也就是如果全球暖化 超过摄氏2度 将引发骨牌效应 造成其他自然系统大错乱 交互作用下 全球均温将比工业革命前 高出摄氏4到5度 届时超过90%的台北市 可能都将被淹没 人类将同时面临高温南奈 和海平面上升的世界 许多地区无法再住人 2015年全球将近200个国家 签署巴黎气候协定 地球把全球升温 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 2度以内 并在2050年 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 科学家警告 虽然百年后 可能才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但一旦跨过热食门槛 地球的保护力将会反扑 人类也将无力回天 明镜新闻综合报道